第一关小心燃烧方块 且我走过的路比坐着你吃的盐都多 就这想骗到我门都没有 就这还以为是王者 没想到只是个青铜啊 这个可是神科跑酷 我们还是先在附近找找有没有什么线索吧 看到没 下面不就发现了一个传送门 这下还不是能轻松过去第一关了 小米 这一关就看我表演吧 我可不会再给作者机会坑我第二次 哎呀 小兔子 你是让我看你如何优雅的掉下去的吗 算了 接下来还是看我的吧 我去 这怎么还有包包蛋 就这儿 小米 你这么着急狗蛋吗 哼 刚刚我是故意的 你都没看出来吗 凭我出门就能捡到钱的运气 接下来的第二关那还不是一次就能过去 不是吧 我话才刚说完怎么就打脸了 可恶 这作者的套路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嘿嘿 小米 多谢你帮我排除了错误选项 哎呀 小兔子 看来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 第三关 真假传送门 且 不就是三选一嘛 凭我的经验 选最左边的肯定没问题 我去 没想到颜接我的不是通往下一关的路 而是包包蛋 可恶 在一在二不在三 现在只剩下右边一条路了 我就不信还能坑到我 我又来了 咋 不是吧 怎么三条路都不对 还好我有先见之明发现了正确的路 咳咳 其实我早就知道 只不过是想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而已 对对对 第四关 大胆走过去 哼 作者 你的话 我是连半个标点符号都不带信的 这次看我直接吃上烤鸡 走最左边的先试试水 来了啦 爹 好吧 果然不出我所料 又被坑了 不过我相信 只要我手速够快 肯定就能过去 看到没 想难住我 那是不可能的 我去 这怎么到处都是陷阱 作者 我还真是谢谢你全家啦 第六关 又是选择题 哼 这次我可不会再上当啦 而且现在 我早已经对作者的套路了如指掌了 接下来 要是我再被坑一次就倒立起头 哎呀 小米 你快倒立起头 咳咳 你就当我刚刚说的话是放屁 小兔子 你就别上去送人头啦 接下来还是让我带你讨议吧 我去 可算通关啦 作者 一会你就等着好好地被我问候吧